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导一下应该如何最大话剥削这些casino的老头老太太们 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和你们平时的朋友局是否有些相似呢 首先我们来解决翻钱的部分 可以看到这个casino的玩家们在翻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爱入池 他们会用接近50%的范围拎入池 并且面对进一步的隔离或者三败几乎没有气排率 那么我们的翻钱策略应该如何调整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他们面对加注不会气排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放弃我们翻钱范围中的中等排力和弱排 跟着去limp就可以了 只用一些顶端的范围去加注来拿价值 并且这个加注要大 大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他们几个打走变成一个单挑底池 而是尽可能的在翻前扩大底池大小 当我们击中强排的时候 可以更方便的一枪或者两枪就打光他们 另外呢 在主动开持方面 他们表现出很典型的对位置不敏感的问题 这意味着他们在前卫的时候范围通常是比较正常的 而在后卫就变成了严重偏紧 那么我们只需要当他们在后卫开持的时候 依旧把他们当做在前卫开持处理就可以了 用一个偏紧的范围去三败或者跟住防守 至于三败就更简单了 几乎不三败就意味着他们的三败排力非常非常的强 我们甚至可以果断的放弃一些勾勾和圈圈 这个呢 在我们往期视频中也已经提到过好几次了 同时 如果你在后卫人比较少 你也可以通过放宽开持范围去攻击他们的漏洞 他们三败较少 也就意味着你的强牌开持 就会更容易进入底持 而歪重些什么 从而实现自己的权益 总的来说 在翻前我们只需要有什么牌打什么牌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学了GTO以后 就在什么情况下都无脑的保持平衡 张持有度才是关键 好的 我们继续来分析翻后的部分 首先 是他们的整体倾向性 他们的炸弧频率会很低 跟注频率很高 那么我们的翻后方针一眼就出来了 既然炸弧低 我们就尊重他们的下注 多气牌不抓炸 他们跟注频率高 我们就需要少炸弧偷吃 尽可能多打价值 多打一些薄价值 这里也提到 他们在flop面对小柱的跟注频率非常高 会用没有击中的高张至少来看一强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们的防守频率几乎接近GTO 或者有些地方会比GTO更高一些 所以千万不要对他们使用我们已经熟知的全范围CBAT33%的策略 而是可以优化成用极化的范围下注满池的策略 用一些顶对好踢脚 加上听花听顺的好听牌 来进行大尺度的下注造池 中小对子和没有击中的空气 就放到过牌范围里 通过后续的击中或者摊牌来引下底池 同时呢 由于他们不太喜欢做check race 所以我们可以在此前的基础上放宽一些薄价值 比如踢脚不大的顶对 毕竟这些牌地 我们不需要担心被加注以后而需要弃牌了 到了转牌或者合牌了以后 他们的牌力就几乎写在脸上了 不管是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只要他们做出了连续的激进动作 他们的牌力一定不差 只不过他们心中对牌力的认知会有一些些小小的问题 他们会更倾向于盯着自己手中两张牌击中了什么 而忽略了牌面对双方范围的影响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比如在一个橙花的牌面上 用一些本不该下注的三条或者小顺子 狠狠地下注来榨干他们的价值 同时呢 在我们遭遇他们连续开枪或者合牌加注的场景下 我们几乎可以放弃所有的抓榨牌 只用墙牌来跟注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认为在这里会损失多少价值 要记得他们会在你真的持有一手大牌的时候 给你带来额外的收益 以上呢 就是我们如何针对中老年casino的翻前和翻后策略 不知道和你们平时的场景有多少相似之处呢 如果你们有一些特殊的玩家群体希望我们分析 也可以像这位学员一样 把你们观察到的内容记下来再发给我们 我们一起来剥削他们 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学扑克找签算 这里是签算Poker 我是梅小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